持续来关注武汉肺炎 全球确诊病例数是持续的在增加 那么我们从右边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系统科学工程中心 截至刚刚下午5点的统计 全球的确诊病例是来到了 82,170例 那么目前中国大陆就有 78,497例 至于南韩有1,595例 钻石公主号也增加到了705例 那么意大利是有453例 日本189例 那么伊朗是141例 新加坡我们可以看到 画面是93例 香港91例 美国60例 泰国是40例 那80是33例 台湾则是32例 那么至于各国死亡案件 这个案例是全球死亡数 来到了2,804人 中国大陆有2744人死亡 再来则是伊朗有22人死亡 南韩也有13个人死亡 至于南欧的意大利死亡人数 则是来到了12人 而钻石公主号也有4个人死亡 日本有3人 法国跟香港地区各有2个人 以及菲律宾跟台湾各有1个人死亡 那么以上就是全球武汉肺炎 最新统计的数据 那元氏也将会持续为你掌握最新的消息 来给大家接收 我们这次接着 写愿 用